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看刚刚我是不是就到这个地方 怎么到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在Google搜寻前输入PowerBiz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下面有一个CmoreApps 点下去之后 反正就是很多就对了 好 例如说 假如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跟我们的直条图是不是不太一样 这跟我们的直条图当然不一样 你会不会画那个Histogram Histogram就是那个分配图 分配图 例如说我们想要知道说 我们的资料到底是不是属于常态 常态为什么很重要 这就牵涉到统计了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重点说 假如我想要学这种图 那怎么学 或者是别人是怎么画 所以他这边他很棒的地方是他有办例 你可以照着他的办例 还有影片 就照着一步一步去做 那当然这些图 那当然这些图势必可能要花时间全部都扫描过一遍 这提供在门参考 这都会有很多很多看的一个需求 因为你现在一看你根本就不晓得直方图要怎么应用 今天不是你懂 请问你这个图有什么意义 这个图叫子弹图 为什么叫子弹图 你要怎么应用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只是我会觉得说 至少你大概知道怎么画 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来这边去挑你实际的需求 例如说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跟这个图的差别 这是一个分群的MAP 就集中在这边就画四个圈圈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K等于四的意思 但有些人他就不懂 什么叫做分群 那这分群里面 我还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散步 这边应该是偏重于散步 跟那个 叫做TreeMAP 树状图的一个合并使用 那变成就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像这个 反正就是你要去挑 哪些是你所想要使用的 那变成一个一个去讲 也是可以的 这边总没有89个 我们来去看下一步 我现在就想讲这一个 那这边93嘛 对不对 他用的方式是什么 他用的方式就是 这边有93个那个点是绿色的 那为什么无关的点是用黑色 因为那个白纸笔 笔是白色 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 他就做成黑色 那有关系的 他就做成 比如说蓝色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 这个瀑布图 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瀑布图 就是Power BI也有瀑布图 这个也是属于T-MAP热力图 热力图 各位应该在Power BI有看到环圈图 他这边是有什么 很多个环圈 很多个环圈 全部都大概看完 文字云 上次你看到的一个文字云 你知道你就不用写很多的那个文字云的程式码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说真正重点是你会用它 这是一个应用的学问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说 你要知道程式码怎么写 这又是另外一个重点了 看你的一个需求 这边就提供给你们89种不同的视觉化报表 请问在结合这里面基础的报表 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做出更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报表 这应该没问题吗 如果再教你R R里面 R就是一个画很多视觉图的一个很棒的软体 如果我教完你GGPLOT2的重点 重点是在于 你就会去画出里面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好 其实 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 好像就教你视觉化图了 可是我觉得 加到最后 好像都不应该 全部都只放在视觉化 还是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分属 不然的话 这些图放在你面前 没有感觉 没有意义 这些图放在你面前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就算说 你不了解那个文字云是什么的话 你看到它是没有感觉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 这个 tornado chart 记得吗 记得吧 上次我不是请你们自己手中去改那个复数 你有这张图 你就不用改复数了 就直接应用了 对不对 对 就是他画 比如说男生跟女生 就是那个变数 你一定要放在对的地方 他就问你说变数 比如说男生 放在什么地方 变数女生 放在什么地方 你就画好 这种图了 人口图 人口图 好 应该有点印象 这张图跟我们原本图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把那个外面没有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用浅色 他就直接拿掉 这种图 好像在日本 我们以前看那个有一个节目 就是 就是平和一个能力讨核的时候 能不能过关 他是不是用这个 蜘蛛网 就是用那个雷达图 好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挑其中的一个来去做讲解了 讲哪一张图 我刚刚看到的上一页 看一下 还要再上一页 他会直接把这个路径直接画出来 画这个 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路线 路线的图 他就像这个路线 这是一个路线 那我们再不过去 我跟那个路线